平溪区从十年前开始实施第一阶段的风吸护鱼计划 主要针对部分的核断进行风吸护鱼 而近几年透过在地居民反应已经获得初步成果 因此从去年开始进行全面性的全区风吸护鱼 而公所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维护溪流的生态 平溪有基隆和贯穿溪流生态丰富 十年前进行有条件的风吸护鱼 近来看到成效显著 因此在多数居民的同意下 从去年开始进行全年的风吸护鱼 那本区呢之前是七八月有开放垂钓 那因为去年的地方居民的意见认为本区要发展生态观光 然后另外呢就是本区的护鱼成效也还不错 希望加强风吸护鱼的措施 所以去年从八月十四号经新北市政府公告到 今年年底全面就是禁鱼 那个保育列还有这个为了发展观光 让这个游客来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那个 下面有比较大的鱼可以看 所以去公所就有 把那个变一个富鱼组 就是说哪一个青铜也好 时温也好 瓶细也好 包括这个溪流 都有请一些志工来担任护鱼 公所表示 在风吸护鱼的状况下 护鱼志工发挥很大的作用 因为有这群默默守护的力量 才能让平溪在实施风吸护鱼上 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许多河川生态的护鱼 环境的改善 都是激励这些守门员继续努力的力量 那我们平常只是说 看看有没有外地人或是本地人 在这个保护 富鱼区去钓鱼或是网鱼 平常就做这些工作 如果有了 我们可以当面劝告他 如果不听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叫警察机关处理这样子 那也希望到本区游玩的游客 那就是不要有任何捕鱼 还是徒手捞鱼也不行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维护 这个溪流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也让本区的鱼类可以 风吸护鱼成效可以更好 护鱼志工表示 现在有超过90%以上的民众 关心风吸护鱼的相关资讯 而七成社区民众 认为社区风吸护鱼有效 有一半的社区居民认为 鱼类数量比风吸护鱼钱更为丰富 谢陈薇 平夕采访报道